事件被捕的大學生 聚成之後都判入更生中心 他們獲派做餐廳等低技術工作 有大學教授決定聘請這班大學生 做研究助理 除了想社會減少負面標籤 也都趁著聖誕節 希望社會復和 潘耀昇了解過 回到來看看其他同事有甚麼需要幫忙 都會分配工作給更生的同學做 Forents是港大房子自殺研究中心的培訓顧問 7月請了四個因為反修例事件 判入更生中心的大學生做研究助理 其中一個人被開除學籍 有一個就是他有雷射筆 有一個就是堵路 搬了些東西出來 有一個就是非法集結 在運動之後的一班年輕人 似乎不是很多人重視 其實這班年輕人 反而是一班很斯文、很乖、很聽話的年輕人 程康柱都這樣跟我們說 也很想給予不同的機遇去幫助他 叫他幫忙弄下這些網絡 他做完這個可以再收拾一下 PowerPoint就可以了 潘賭會他們安排的工作就比較基層 那未必是對這班年輕人比較適切、適合 也有一個年輕人跟我們說 他說如果不是我們收他 他昨天還在炸漢堡 不是基層的工作不好 而是他們的滿足感不是很多 我們目標是希望他可以 銜接他自己的大學繼續讀書 真是可以發揮到他們 之前在大學學到的東西 中心說不只會為更生人士提供工作機會 還會幫他們找院校繼續讀書 提供心理輔導 甚至是生涯規劃 警察就抓了一萬個 有四千多個是大義專生 有些人對這班年輕人有個負面的標籤 或者是不太願意給他們 有工作的機會或者讀書的機會 我們覺得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雙書的情況 我們沒有放棄這班年輕人 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願意跟他們一起 去經歷這個復和 重新上路的情況 聖誕節是一個大家有希望的 給年輕人一個機會的時候 他們就會給我們一個驚喜 有線電視記者潘曉晴報導